在座我們可能以前有一半人 可能以前都是 獨立舞蹈員或舞蹈員 我們以前演出表演的時候 咦?Anson Lo 為何哭了? 事一星期五 終於有紅館演唱會意外調查報告 Loman 說未因為這樣影響心情 因為我們來到都很忙 化妝、熱身、換衣服 所以都是看了不太多的資料 所以就要專心去這個比賽 主要內容是五個比賽 主要是甚麼? 主要的內容是五個比賽 那五個重點是 我只知道有超重 那個數字 即報字不對,虛報 然後知道有拘捕了人 我們暫時看到的是這些 但長程都未能夠了解 只知道這麼多 但你們對於報告滿意嗎? 報告滿意嗎? 我覺得不能用滿意來認用 因為還在調查 所以要到最後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我想要再等候多一點 真是水落石出辣才知道 見到數字出入會不會一眼行嗎? 當然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當時我們在場只是表演 我們只是顧我們表演的項目 而不知道所有機關的工程是怎樣的 發生了事這兩個月之後 一直都有很多人追問 究竟事情是怎樣的發生 我們都在等待這個報告 到了這個報告今天出發的時候 當然我們正在做事 我們是有一刻刻意 原來數量是差那麼遠 這是我們今天知道的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感覺 直進開訴的Anson Lo表示 當然會更加注意安全 當然會 今次所以跟任何 無論是表演單位 Dancer 朋友 所有事情都 今次會再溝通得更足 溝通會更足 大概這麼多的影片 對